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江苏俊 我是韦如 相信大家都会有拔牙的经验 从小到大 大家多多或少都拔过一两次的牙 大家都觉得拔牙应该是个小事的 回来就咬个冰块或干嘛 就没什么事了 你知道吗 既然有人拔牙过后不到两天 就过世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拔牙到底会有哪些的并发症 另外如果当你有牙痛 同时合并有颈部痛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有可能是 牙齿这类的细菌跑到脖子 产生的深颈部静脉感染 一定要赶快看医生 不然会有致命的危险 我们平常真的不要轻乎 我们口腔里面的细菌 特别是牙周病 因为长时间下来 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不过现在一般人 一般都有拔过致尺的经验 一般人觉得拔致尺就是一件小事 但有些人拔一拔 竟然变成大问题 像是这位大陆的汽车工程师 王先生 他其实只有23岁 他致尺因为反复疼痛了 两个多月 于是就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建议他说 必须要立刻把他拔掉 所以他就把这两颗牙齿给拔掉 而且手出之后 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 就在医生帮他照X光 要看看有没有残留牙根的时候 他就突然晕倒 这时候医生有立刻把他唤醒 那这个王先生也醒来了 医生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晕倒过 王先生说 对 他曾经有这样突然晕倒过 医生觉得不大对劲 就立刻把他转诊到急诊去 没有想到在转诊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了呕吐 甚至抽搐 还有发现他有颅内出血的症状 立刻动了手术 最后被判定脑死过没多久 他也就病逝了 他的家属就质疑 这一切的治疗过程当中 是不是医院有一些些舒适呢 另外一位是艺人 张燕明 他其实最近就po出了一个 他脸变这么肿的照片 他说他脸会这么肿 其实就是因为 他去动了智齿的手术 他说因为他的智齿长得非常的深 所以医生就告诉他 必须要全身麻醉 当然他也有第二种选择 可以做选择 不过他自己觉得 这是第二种方式 觉得太浪费时间 太麻烦 所以他还是选择 全身麻醉来做治疗 但没有想到在麻醉之后 结束手术之后 嘴唇还有下巴的地方 都变得没有知觉 甚至两颊 就像现在这样子 变得非常的肿大 回诊之后 医生告诉他 他真的伤到神经了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复原 就只能慢慢地 来做恢复的动作 其实真的很恐怖 我们都觉得拔牙 好像是一个蛮简单的东西 怎么一位竟然脑死还过世 另外一位还伤到神经 就会形象 黄斌阳医师 拔至此大概会有哪些风险 而且你怎么看这个case 这个case后来的脑出血 跟这个拔至此 真的会有关系吗 是 其实在这个case 当然我们是觉得 非常惋惜 就是说拔牙之后出现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也不否认说 其实不管是拔牙 或者各方面 它其实我们身体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系统 那首先这个病患 如果需要拔牙 那前例或许 他的牙齿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口腔里面 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细菌的地方 那当我们拔牙之后 如果说伤口护理不好 会不会这个伤口 加上血管 加上细菌 刚好是一个完美的圆舞曲 造成发炎 那我们其实在 所以我们在拔牙的过程 其实在一些 这个伤口的防护 或者是这个感染的控制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头颈部 是一个非常缜密的 这个心血管 或者肌肉群的一个构造 那特别像有一些 如果是他发炎 刚好这牙齿有比较深 那可能这个伤口 加上细菌 那渗透到我们的 所谓这个伸颈部 或者这个肌肉 肌缝组织之间 就会产生所谓的 蜂窝组织炎 那更严重 譬如说 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 又比较不好 各方面的时候 就可能会引发 所谓全身性的败血症 那这败血症 它其实在临床上 就会有致命的风险 像我们一般 如果拔肢尺 会碰到的因素 那我们刚刚讲到 譬如说 因为有些肢尺很有趣 这个蛮常在下额 就是说 下额埋伏子 倒在前面 靠着 相依为命 结果这牙齿 拔掉之后 外观上 是这个致指拔掉 可是这个前面牙齿 突然间没有依靠 所以刚开始 这牙齿会有点晃动 觉得晃动 但是临床上 如果慢慢修复 它正常会好一点 或者是有些 因为这个牙根 本身靠近鼻痘 所以拔掉之后 刚开始可能会 这个我们叫做 轻微的鼻痘炎 那第三个 就是蛮有趣 就是肝性止操 就是说我们在拔牙 或者拔智齿 我们都希望说 这个流血 不要这么多 伤口比较好护理 但是小心 如果这个伤口拔掉 都没有流血 相对 它反而是容易感染的 因为我们的流血的血块 血栓里面 其实它有一些免疫球蛋白 对 所以我们适度的 有一些血块 在那个地方 凡是有助于 我们伤口的愈合 乃至于譬如说 如果说这个手术 它我们正常的 拧血功能 大概咬纱布 大概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正常 一定要止血 对 是可以愈合 但是如果说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么久 那个番茄酱 还是一直流出来 有问题 可能就要赶快 请医生看一下 乃至于说 有些如果明显的肿胀 当然我们不否认 有些像智齿埋伏齿 倒下来 它可能需要 翻牙肉 翻骨头 切牙齿 比较大的手术 手术 它会肿胀 但是原则上来讲 就是说 它至少 它不会有一个 发炎化弄的现象 我想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在拔牙中 要注意的自己 对 所以拔牙齿也不要 随便乱跑 要请医生 谨慎评估 毕竟那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又有很多的血循 如果细菌到处乱跑 随着血液 我们就会跑到去全身 我们请教黄瑶豪医生 另外一位 他跑完之后 竟然会麻 这怎么回事 很典型的症状 就是伤到我们 下齿潮神经 上高神经 大家可以看 里面现在这个 三条神经 一个到眼窝下 一个到上颚 一个到下颚 这就是我们 常常听到的 那个三叉神经 那我们拔 这个刚才讲的症状 最常见的是 拔下颚的牙齿 就上到这一条 对 尤其是埋伏尺 它比较深的时候 有些人的牙根 那个脚不安分 会勾撞 勾住 对 它就好像抱着那个 抱着那个神经 你一拔出来就勾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生 以下两种情绪 第一种 就是擦边球 它可能稍微回倒一下 回倒一下 我们神经非常敏感 它是靠上面 神经管上面电荷 去传递讯息的 所以你只要回倒 刮倒一下 它也会反应 那比较倒霉的是真的拉断 整个断掉 也有这样子 拉断的话 那这个就是 要恢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好在 第一个 您大家看到 它的那个比例其实蛮低的 比较低 那你如果真的是有 很明显的 这个会造成 你这个下颚 没有拔会产生更其他的危险 还是要去做处理 而且现在在做拔牙的时候 现在都非常进步 我们有这个电脑断层扫药 可以先去预知 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的风险是多大 OK 甚至有时候是可以切块拿出来的 不是 比如说它两只脚勾着 我们把它切断 分段拿出来 可能就比较不会伤害到 不会勾到那个神经 不过我们拔完牙 很多人说很多行为不能做 这是真的吗 比如说拔完牙 不要刷牙 不能刷牙 对不对 刚拔完的时候 它弄到伤口 其实我们主要是怕患者漱口 就像刚才 黄平昂一师讲 血块漱掉是不是 对 如果您是轻轻刷 那倒会可以的 那醒鼻涕呢 大力醒鼻涕也是一样 如果你上额的拔掉 有时候跟那个鼻痘有传通 一点点 那你大力醒鼻涕 有可能让那个伤口更大 爆伤口就对了 对 所以小力醒鼻涕 那喝刺激性的饮料可以吗 尽量还是不要 尤其一些会让你的 这个血管扩张的 这个跟吃烫的时候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你吃烫的东西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 血管扩张你出血就更多 都更不容易止血 所以是可以刷牙 但是小力刷 小力醒鼻涕 不要喝太刺激 也不要吃太烫的 但是有些人的自嘲 像就乖乖的 就是不会一些注压的状况 但是有些人会胃与虫毛 想说它还没有发作之前 我们先把它拔掉 到底致尺该不该拔 还有什么年纪拔最好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致尺它 其实就住在我们这边 叫做没有功能的牙齿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 好像就一直跟你共互相 那有些人去牙科 牙科说这个需要拔掉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 致尺到底会发生 什么样未来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 因为致尺在最后面 那它没有功能 所以当你刷的 不是那么清洁的时候 它还是有可能会有 感染的风险 另外有一个统计数字 是它3% 它会变成一个囊种在里头 那少数 非常少数 可能会有口腔癌的病变 那讲到这个口腔癌的病变 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多数我们对于口腔癌的了解 它的所谓的危险因子 包括抽烟 喝酒 脚病 但是其实我们陆续也发现 有一些好像跟口腔有关的事情 也可能会引发口腔癌 例如你习惯喝非常热的汤 例如你的口腔的环境 常常都在感染 再还有一个叫做 牙齿的排列不整齐 包括说假牙 甚至包括说 致死长得比较歪一点 一直磨到 对 之前就有一个 是牙科医师他自己案例 那个是不到20岁的年轻男生 那因为他的右边 这边一直都发炎肿痛 然后牙科医生觉得 这边看起来确实是有个致死 拔掉后一直还是没有好 最后转转到大医院 是口腔癌 那当然我不知道到底是 是致死造成口腔癌 是原本就有口腔癌 导致这边一直发炎 但是真的在我们研究上发现 口腔癌有一个风险 是跟牙齿有关 所以如果你的致死长得真的不乖 你还是要跟牙医师讨论看看 这个致死适不适合拔 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能还是要多加考虑 是 像我们有时候在拔完致死的时候 感觉脸就特别的重 甚至有时候还会感觉牙医痛 终于有方式可以做调理 对 在门诊其实也是会遇到 就是拔完致死或止完牙 中一包很大 然后皮肤底下一些瘀青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开一些水药 给患者去吃 通常消得会比较快一点 那通常我们会着重在两个 一个就是局部的微循环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可能要把局部的 这个组织间的这个水分 要把它沥掉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 化育消肿茶 那其实就是从我们处方里面 稍微减一些这些 比较有帮助的药出来 那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叫浦黄 那浦黄对于我们的凝血 止血有一些帮助 对我们的微循环的改善有帮助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益母草 那益母草对于血小板的凝集 还有这个血块的这个调节有帮助 就血栓 然后再来就是车前子 车前子我们都知道它可以沥水 那也可以有清热的效果 所以我们整个口腔里面 包括用了这些东西 它可以有异菌 然后有一些沥水消肿 甚至化瘀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常常用在这个术后 口腔的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再来就是从骨到筋 大多牙齿 皇帝也有 所以皇帝也会牙痛 我们讲一个宣统皇帝用的方式 因为他牙根痛 那时候就 人年纪小 可能就给他吃这个 比较好喝的茶 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茶叫做清热代茶饮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心认为说 这个牙齿的问题 跟我们的胃热有关系 很胃瘦邪热 那胃瘦邪热什么意思 可能有些感染 因为我们从嘴巴一直到肠胃到 我们都认为是属于胃在管 胃整在管 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清热的药 下来去调节 那小朋友不太喜欢喝黄莲这么苦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一个 金银花 这个金银花是清热解毒 有点像抗生素的效果 可是它最不苦 它是甜的 甜的 然后再来就是山豆根治疗一些取齿 发炎 它有一些止痛的效果 还有消炎的效果 那淡竹叶也是一个比较沥水 一些泄火的帮助 就是有时候我们牙根肿 你脸会肿起来 对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麦门冬 麦门冬它本身是一个滋阴滋养的效果 所以对我们的一些胃气 有一些帮忙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结梗 结梗可以治疗牙齿痛 那也可以治疗一些耳别喉科的一些 比如说喉嚨痛 然后包括像排农 我们也常常用到结梗 那芝母是一个泄火的 它可以降低我们局部的这个发炎的这个热度 所以这整体的方子下来 帮助我们的皇帝们 可以减少那个牙痛的反应 其实牙痛有时候真的痛起来真的会受不了 其实牙齿毛病真的很多 从我们刚才讲的致死蛀牙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就是所谓的牙周病 很多人都有牙周病 他们都不去理他 因为他们就说牙周病 顶多到老的时候顶多就掉几颗牙齿 但是小心牙周病影响的可是全身的健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广告周回来告诉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姜牧运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的按钮哦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